主要有講到有關那個就是Google的雲端部分 Google的雲端其實還蠻多功能的 只是說很多時候你如果不知道這個功能的話 當然這個就是你可能還要再額外再寫 比如說像那個資料夾的共用 那這個資料夾共用 早期如果我們沒有不太知道說 用雲端可以這樣共用這個資料夾或者是檔案的話 以前的做法還是必須要自己 那可能還是必須要自己安裝主機 但是如果你會共用的話其實基本上很簡單 你只要把你的資料夾跟檔案傳到雲端上面 其實就會共用 那共用的話其實它目前主要的功能大概就是不外乎就是說 可以讓人家看不能改 或者是說如果你要讓人家改的話 那你就是把它改成所謂的編輯者 那也就是說一般人你就給他檢視 那如果說你要跟他共同分享某一個資料夾的話 那他就你可以把它改成編輯者 那其他人也可以把他的檔案傳到那個資料夾裡面去 甚至可以修改裡面的檔案 OK 不過前提的話就是必須要是編輯者的那個權限 不過當然這個有風險 因為如果說假如你開放了然後大家都知道的話 會不會亂改 OK 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大家要共同 共用一個比如說你們出去玩的相簿 那你也可以把它全部丟在一個雲端的資料夾裡面 然後大家可以刪 那只是說呢 如果你擔心會有問題的話 也許你可以把它改成加註者 就是說他可以提意見 但是不能改 你可以看到你再去改就好 所以大概權限有這些 另外的話呢 我們這邊是有一個作業 就是請大家去做一個這個表單 那個表單的部分的話以前是希望同學做一個跟文學性有關的問卷 不過發現文學性問卷好像感覺這個題目太狹隘了 所以我之前有跟各位講 你們可以做別的 做吃的、做喝的、做交通、做旅遊等等的其實都可以 那題目的話呢 最好就是最少五個吧 那你把那個問卷傳給你的這個好朋友 你的朋友或者是室友等等的或同學 那請他們填寫 那填完之後呢 我想要看到的結果就是 你把那個問卷的結果 類似像我們那個課前問卷一樣 把它展示出來讓我知道一下 那當然你可以稍微寫一下 比如說你對於某一件事情原本的看法如何 但是你不知道結果 你可以先讓人家做 做完之後的話呢 你先猜想喔 可能我覺得大家應該會怎麼去 比如說吃飯好了 應該大家都應該去外面吃 結果發現了 其實大家都不是在外面吃 大家好像都在學校裡面吃 OK 諸如此類的啦 就是說 有點像是你不知道答案 但是你可以透過雲單、表單 快速的做一個問卷 那當然以前要做問卷 大部分都用紙本啦 不過我覺得這年代 現在用紙本 人家可能看到紙本就會 紙本的去填寫 現在應該很少人願意去填問卷的 最好是什麼呢 少個QR Code 所以最後的話 這個表單最好可以讓它方便一點 最好是個短網址加QR Code OK 所以之前有跟各位講 你就是用縮短網址 縮短網址 縮短網址 給各位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原則上 我們從 從這一週算起來 再給各位大概四週的時間 然後到時候我會開一個作業區 我可以開在數位學院裡面 開一個作業 然後你們就繳交這個作業的結果 這個結果的部分的話 一樣也是用雲端的方式 所以你最後給我的畫面 那你就貼到Google的文件裡面就好了 然後最後 因為文件裡面 各位應該知道吧 這個文件 其實我放在Google雲端一碟上面 這個東西也是文件 那如果說你要給我看的話 你可以共用 有沒有 如果你要給我看 那你就是 把這個結果 也許你就是截圖 把截圖的結果貼在文件 那最後的話 你就是變 這個地方有個取得連結 然後就會有個 有沒有 這邊有個連結 那你就把這個連結給我 不過這個連結如果太長 那你就把它縮短一下 有沒有 所以最後 也許你們就繳什麼 繳那個一個縮短網址 然後呢 再加一個QR Code OK 最好是說 那個結果 跟問卷 都給我一下 OK 這樣我就知道說 其實你是會做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會發現現在這個實在太普遍了 那你只要在工作上 需要問大家的意見的時候 說真的啦 如果還要用紙本 真的是太多了 現在如果送到紙本 會覺得說 這什麼年代了 大家還在那裡 最好給人家方便 那你自己也方便 那這些結果的話 當然他也會幫你收集到 那個雲端的試算表裡面 所以其實他有點像 Google另外還有一個對應的程式 就是Google試算表 那有點像Excel的試算表 那當然如果你會用Google試算表的話 那以後也會非常方便 那這些資料的話 好處就是所有都在雲端啦 那當然你可以透過電腦去存取 你也可以用手機去存取 用平板去存取 而且喔 只要有網路的地方都可以存取 其實相當方便 我是覺得我自己用這個東西 用了超過十年 我就覺得太方便了 尤其是喔 你就不用擔心說 以前的做法是 你會存在某一台電腦上面 但是你在別的地方 比如說你出門在外 你要取得這個資料 然後你要再 一定要帶著那一台電腦 你才有辦法有這些資料 但是如果你放在雲端的好處 真的不管你在哪裡啦 哪怕你在國外 其實都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所以我用這個東西 也用了超過十年的時間 那我發現其實穩定性 沒有話講 那在比較早之前喔 其實我自己的做法 是會架設網站 架設一台機器 二次找它開著 然後租用一條平寬 然後呢 還要再架一個防火牆 我的話會有駭客入侵 但是後來用這個東西 我發現 我根本不需要 我剛才用它就好了 那只是說它有一個缺點 叫容量 它有限制 免費的 像現在Google好像 免費容量15G 15G嘛 然後 那不夠的話 你可以在 好像它每個月 再繳個65塊 好像就有100G了 那當然呢 你如果覺得不夠用 也許你就是花點錢吧 有點像是 買一個服務啦 我覺得這個應該有其必要性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是第一個 我們前面講到的 有關上個禮拜的那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說有關那個在地想島 那這個在地想島部分的話 也是Google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服務 其實目前Google比較賺錢的金基母 那不外乎就是什麼 YouTube 第一名那一定YouTube 因為YouTube 那個它大概2006年 跟那個有個台一的年輕人叫陳世俊 他跟好像兩三個合夥人 創了那個YouTube 這個一個平台 然後主要目的當然原來是想要 讓人家放影片 結果沒想要弄弄弄弄弄 結果Google居然看上YouTube了 然後就出價 出了多少 15億美金 問那個陳世俊說 你要不要賣 OK 當然了15億美金 他當然第一時間 就跟他合夥人說 不然我們就賣給Google好了 也當Google的合夥人 那當然他從2006年就開始 就過了退休生活 那時候他幾歲呢 我記得好像他才26、27歲而已 26歲 對26歲 然後你們可以顧過一下 那個關鍵是陳世俊這個人 他其實也是從台灣過去的 好像國小念了幾年吧 我不知道有沒有念畢業 好像在台北市的某一個國小念書 然後跟他父母親就到美國去發展 然後來弄了YouTube 不過其實人生當然很無常 他雖然26歲就成為億萬富翁 哇16.5億美金耶 而且還是YouTube的合夥人 他有股份的 各位講 YouTube現在每一年的獲益 都是超過100億美金耶 也就是說他以前的賣出的價格 10倍、20倍 一年喔 所以其實這根本就是一個金基因母 那當然人生也是無常 我剛剛講了 陳世俊他把YouTube賣掉之後 隔年居然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被醫生診斷出 他得了腦瘤 他才27歲 OK 你們可以Google他 這個還蠻妙的 而且講說人生真的無常 但他好像沒有第一時間開刀 他想說沒關係 那腦瘤可能還很小 他最近好像才開刀 他現在已經幾歲了 2006年嘛 現在幾年 等於是17年了 17年他幾歲 他40幾歲對不對 結果他前年 前年喔 他居然選擇 許家搬回台灣 他現在好像住在台北還是台南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他 找陳世俊這個人 其實就是YouTube的創辦人 這還蠻妙的 其實裡面當然很多相關的故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們後面會再談到有關YouTube的部分 也許再來看一下 所以網路上有很多他的影片 你Google一下 找一下一定會蠻多 最近他回來主要是想要幫助台灣的年輕人 做一些創業的動作 OK 這還蠻有趣的 滿口都是講很流利英文 但他中文已經忘記怎麼講了 OK 不過他現在還沒有 搬回來之後開始就學中文 OK 其他的話還有另外一個 我是覺得明日之星 可能Google地圖也是下一個 Google想要在這上面可以賺一點錢的方式 為什麼你想Google地圖怎麼賺錢 他地圖不是讓人家去搜尋地標嗎 跟各位講他其實還蠻聰明的 所有東西都在上面 以後的話你要能夠找到什麼訊息都會經過他 所以那一家店他生意好不好 其實Google地圖就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也就是現在很多人你要不要去那邊消費 其實第一個像我現在自己都已經習慣了 要不要進去那家店吃飯 我還是會先看一下評論 有沒有 他那個那個評分 如果低於 你看我記得蠻嚴格 低於四分我都有點不太想進去 為什麼 然後呢 如果是低於四分 那我會看一下 他這個最低的部分 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他的那個分數變低 OK 其他當然不管是吃的也好 然後玩的 還有住宿等等 其實這個部分當然都會有關聯性 另外的話 其實他上面也有那個商家服務 像我最近那個 我一個朋友就開店 然後我就幫他設設他那個商家的地標 他很聰明喔 他馬上就跳出說你可以確定說 你是不是這家商家的擁有者 這老闆 然後他怎麼做呢 他會寄明信片到你那個地址上面 所以你一定是 那一家人才會收到那一封明信片 那明信片裡面會有個驗證 你驗證完之後 才會確認說你就是那個商家的老闆 然後以後如果說人家會在上面留言 那你可以跟這個留言者互動 或者人家不是可以給你評分 有沒有 評好的評壞的 你也可以回應嘛 你們應該會看到那個 Google地圖下面的那個評論有沒有 他也會 有那個業主會回應嘛 有沒有 有些有回應 有些沒回應 有回應的話表示說 他有開通這樣的服務 另外呢 Google很聰明 他順便呢 就帶廣告給 所以他底下就是 你要不要加入一個叫 什麼 叫做 Google Google的那個什麼 AdWorks AdWorks就是 廣告 你要不要投放廣告 他很聰明 他廣告投放的那個金額並不高 可能一個月 最低幾百塊就可以了 大家效果好不好 我是覺得應該還不錯 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人 比如說要找附近 找法郎好了 那你一定會Google那個關鍵字嘛 如果你排在前面的話 說真的 怎麼會沒有生意 害怕最後生意做不完耶 OK 另外的話還有聰明 就是說 你可能呢 你要先那個 告訴你的那個 你的客人 請問你有不滿意的地方 你不要直接給我在 Google上面呢 直接給我一顆心 這樣會影響很大 跟他講說 你給我五顆心 那我給你怎麼樣的服務 我送你都沒關係 有沒有 我發現現在很多店家都很聰明 他跟客人講說 欸 比如說吃東西 你給五顆心 我免費送你小菜 送你飲料 你自己挑 對不對 很多客人就覺得很好啊 你服務不要太機車 也不要太差 我想應該一般人都可以接受 那這樣其實 那當然這個也不好 因為他就有點像洗 洗他的那個 有沒有 他的那個平價 不過這樣洗有沒有效 我覺得非常有效 因為客人都算多到爆 但是 當然相對有點不客觀 因為我之前有去過 某一個餐廳 我發現他平價很高 但是我去的時候 發現我等很久 客人太多了 後來發現原來他為什麼會這麼高 原來每個人都是因為 送了小菜之後給五顆心的 所以這樣這樣不ok了 好 那所以 Google地圖 其實應該 我在猜 應該他會慢慢變成 Google下一個金基姆 上面基本 只要你是店家 你要不要加入 你不加入 大家一拿起手機 第一件事情就是找 附近有什麼 有沒有 附近有什麼餐廳 那你不加入就不會被看到 不會被看到 那你就沒有生意 即便你這家店再好 也是沒有生意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那我上次有講過 在地想導的這個相關的應用 那當然因為我自己 用在地想導 就是說加入這個 Google的在地想導 也已經超過應該有十年了吧 因為我的分數已經超 等於他最頂級就是 第十級了 那我自己已經第十級了 因為我個人自己有個習慣 就很喜歡照相 反正不管到哪裡 先紀錄一下吧 OK 然後呢 我平常也會開啟我的那個時間軸 所以我幾點幾分到哪裡 幾點幾分到哪裡 然後用什麼交通工具 其實都一清二楚 那好處就是我回頭看 真的比較可以回想說 那一天到底在幹嘛 有沒有 如果說我要寫一些郵寄 或做一些紀錄好了 不要寫 或者說等等的 那當然就會相當方便 OK 當然這個其實也只有我們自己看得到 因為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但是其實也沒什麼秘密 所以你也不會亂跑 所以即便我老婆看 我覺得沒什麼 OK 但是好處是自己有個紀錄 比如說像我今天開車過來 那我可以知道說 我如果開車過來的話 大概花多少時間 他會幫我紀錄 那我下一次我就知道 差不多時間 而且我覺得那個Google的導航 也蠻精確的 我蠻喜歡他一個公園就是說 他會預估說你可能抵達目的地 大概幾點幾分 那我就可以跟對方講說 我可能會找到 或者我找會晚到 而且還蠻精確的 第二個是說 他中間如果有路況的話 比如說像高速公路在塞車的話 他上面會顯示出來 另外有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就是如果前面塞車的話 他前面整個就變紅色了 OK 那我可以知道說 前面整個是紅色的話 那我就應該在高速公路上面 預先就先做減速了 我比較像有些 其實會發生車禍 很多時候呢 都是明明前面已經塞車了 已經堵車了 結果你還不減速直接衝上去 那當然一定是撞上去了 OK 所以其實Google地圖上面 他的好處我是覺得 還蠻多的 而且讓我覺得 比較喜歡的一些地方就是說 他其實還不斷在增加一些功能 而且他會改善一些 之前比較不好的功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假設說 你沒有加入這個在地想導 因為他其實有一個在 你們如果打開你的那個Google手機的話 裡面就有一個什麼 我的貢獻吧 好像貢獻兩個字 你可以看一下 理論上 剛加進應該是第一級 如果說你假設 可以提升到 第幾級 我不知道他這個級別 是怎麼算 那如果說你可以的話 他這邊有 第一級大概零分 那第二級第三級 假設你可以提升到某一個level 我印象中大概差不多5000分 並不困難 第七、第八級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 就算是還不錯的 那怎麼樣可以拿分數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照相 我覺得照相應該CP值最高 也就是說建議各位 以後呢只要到一個地方的話 也就可以把它照相下來 紀錄 那照相的話 它其實 順便建議各位呢 可以跟那個 Google相簿做串 因為Google相簿上面 如果你有照相 不過特別注意 建議各位可以開啟那個GPS功能 因為照相的時候 它也會把 那個你的相片裡面 紀錄你這張相片在哪邊拍的 也就是那張相片背後 其實有拍攝的時間 還有拍攝的相關的訊息之外 還有拍攝的GPS位置 那並且會幫你 跟那個Google地圖做串接 那這樣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很方便去整理 像有時候去哪邊玩 那比如說像 我上次上次跟各位講 2019年的9月5號這一天 到底我 比如我去日本 那這段時間 到底我去哪些地方 其實說真的 我已經忘了差不多 但是我只要回頭看我的時間走 2019年的9月5號 我就馬上知道說 那一天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幾點幾分到哪裡 幾點幾分到哪裡 其實一清二楚 其他的話 當然你可以配合Google相簿 那一天到底去哪裡 馬上可以顯示出來 這個應該 我記得這個是在那個什麼 京都的那個什麼 伊根吧 在伊根的海濱拍的 我以前那邊真的是超漂亮的 OK 那理論上 這個實際上 我本來預先是有一個作業 不過 這個 因為之前我做問卷 通常同學興趣缺缺 所以我是鼓勵大家說 如果你假設 如果你有參與這個在地想導的部分 那假如說呢 你最後的那個積分 假設說你有超過7級的話 應該5000分應該不難 那到時候你可以再繳交這個作業 我會幫你加分 那你不加也沒關係 這個作業的話 我是一個鼓勵性質 希望各位可以參與一下 那個有關Google的雲端 就是Google地圖的相關服務 順便了解一下最新的相關科技的應用 其實最新的像AI的一些機器學習 或者是說影像辨識 其實我發現Google在這方面的技術 它已經又把這些技術 融入到它的雲端應用裡面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最新科技 其實也可以順便了解一下這個部分 那今天的話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單元 就是AppSquade 就是這個AppSquade是什麼東西 其實簡單講起來 就是在雲端上面 除了說我們新增 剛剛有用文件 另外前面的表單之外 另外它當然有提供一個 所謂的Google的試算表 其他當然有簡報 簡報其實對應到就是PowerPoint 這個比較簡單 我覺得比較好用的應該是這個 因為工作上面常常遇到說 未來你們在用Excel 你會發現Excel的缺點 是只能在你電腦上面用 但是如果雲端 你要跟別人共用的時候 那就不太方便 但是Google的試算表的優點 就是它可以跟很多人共用 在雲端上面用 這一點當然是Excel做不到的 但是Google試算表又可以跟Excel做完美的搭配 怎麼說呢 你做好的東西 它可以幫你下載 變成Excel檔案 也就是說它可以在雲端 也可以下載跟Excel做串接 所以今天也許我們試用一下 有關Google試算表 那要怎麼試用 請各位待會練習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待會我們來練習一下 有關Google的試算表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待會 因為這個會牽涉到 有關Google試算表 需要有一些練習檔 那這個練習檔要怎麼產生 所以待會請各位幫我先下載 我們的雲端上面的範例檔 在哪裡 特別重要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以後我們上課 我就不重複講了 就是GG.gg cloud to app 這個網址請各位就把它記下來 蠻好記的 我覺得所有網址 我前一會兒跟各位講過 GG.gg的很大一個特色 就可以自己定義名稱 有沒有 真的蠻好記的 那網址好記 就是很方便 如果你網址不好記的話 說實在再短也沒用 也記不起來 OK 那GG.cloud to app 裡面的話請各位 幫我先下載這個範例檔 所以待會下載這個範例檔 裡面的話你不要解壓縮之後 裡面就一堆的Excel檔 不過我們今天主要是 要拿這個來做什麼 其實喔 如果今天我按右鍵 把它看解壓縮 這邊有一個 我們這邊電腦 是Windows 11 我看這個好像操作起來有點不太一樣 把按右鍵全部解壓縮好了 把它解出來 那解出來之後的話 這邊請各位看到裡面都一堆的Excel 那假如說我們如果希望把Excel的 這個試算表 把它變成Google的試算表 將來當然也可以顛倒過來 Google試算表也可以又回到Excel 變成Excel的試算表 那該怎麼做 這邊的話請各位待會先解壓縮 第二步的話就是 找到那個 我看第一個檔案好了 因為早上我們也上Excel 不過下午也許我們延伸 就是如果換一個地方 換雲端的話 那所以待會請各位幫我把那個 第一個資料夾 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的第一個 那把這一個把它傳到雲端上去 那怎麼傳上去比較簡單 我現在是在下載裡面這邊 傳上去的話你可以找個地方 放哪裡比較OK 你可以自己在雲端裡面建一個資料夾 我這邊的話 比如說我有一個TEMP TEMP的話是暫存資料夾 我這邊好像已經有一個了 把這個先丟掉 丟到裡面去 那我要怎麼傳上來 其實我自己的習慣是這樣 我自己習慣是這樣拖拉就可以了 放開就可以了 它就傳上去 第二個方法 當然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個什麼 檔案上傳也可以 不過我比較常用的是拖拉 但是你在上傳之前 請各位先注意一件事情 什麼事呢 就是我希望可以自動幫我 把Excel的檔案 丟上去之後 自動變成這個Google的試算表的話 那記得要先做一個設定 如果你沒有設定的話 它不會幫你轉換 那那個設定在哪裡呢 記得喔 在那個 右上角有個齒輪有沒有 反正以後你看到這個 找設定的話 記得就找齒輪 裡面的話有個設定 那你可以看到 最重要有一個功能 一定要打勾喔 OK 哪個地方 就是齒輪的地方有沒有 找到設定的地方 這個轉換上傳的地方 記得要打勾 因為如果沒打勾的話 它傳上去還是Excel 它不會幫你轉換成Google試算表 那如果有打勾的話 它才會轉換喔 那我示範一下 如果我先沒有打勾 我不確定預設值是不是有打勾 如果沒打勾喔 你看一下喔 如果把它上傳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傳成功了 但是你會發現喔 怎麼知道沒有成功喔 主要你可以看一個地方 前面的圖示 如果是XX的話有沒有 那表示它還是Excel OK喔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把它點兩下 它會幫你轉換 不過它會另外開一個檔 OK 還是可以開 那我是建議啦 這個是Excel的檔 它不是Google試算 如果你要想要它幫你直接轉的話 那我再換另外 這個把它先移除掉 正確的是這樣子 設定喔 記得這個地方把它打勾 然後你就把這個地方傳上來 有沒有 打勾囉 那傳上來有什麼不一樣喔 第一個啦 它跟剛剛一樣的動作是 幫你傳上去 那第二個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喔 這地方哪裡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它變成什麼 實質的 有沒有發現 所以如果是實質的話呢 表示已經幫你轉換了 OK 所以這就是一個小特徵 差別在哪裡啊 你點開的話 它就不是轉換了 它就直接開 而且直接開的話呢 就直接就是Google試算表 OK 所以差別 我是覺得 最好還是先讓它轉換吧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未來如果說 我已經在Google上面做完了 我想要把它變回 Excel的話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嘛 檔案裡面也有一個功能 叫做 下載 下載 下載這邊有沒有 下載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它同樣 也可以幫你怎麼樣 再轉換回什麼 Excel 有沒有看到 所以它可以傳上去 轉成Google試算表 也可以做完之後再轉回來 變成Excel 所以其實 這功能其實還蠻不錯的 OK 那請各位先試著 把這個檔先傳上去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